另外有一種USB HUB是很銅去的 像我們剛剛用的這一個 它是有點像積木型的 你知道我一剛開始 乍看到這個產品的時候 我真的以為它是可以拔掉 可以一個一個拔掉 然後重新組合這樣子 它不行 還沒有發展到這麼… 我們有一個新的產品 只是今天剛好銷售完 就是它是可以轉方向 它不是固定一個方向 它是圓形的 它是可以轉方向的 但是它轉方向不會影響到 它USB的傳輸電流嗎 不會… 就是它真的是立體的圓形的 不是像這個扁的圓形 所以其實現在 你看大家看到這種積木型的東西 會動手想要去丟它嘛 對不對 多少手都會癢一點 手都會癢癢想要弄一下 然後除了這個銅去之外 另外那邊還有一個魚骨頭的 也是比較銅去式的 這是也是今年才有的 因為去年還沒有這個商品 今年發現這個還滿特別的 重點是它的插孔有比較多一點 嗯…你說這種插孔會比較多一點 有七個 請問這個魚骨頭的有別的顏色嗎 有橘色 綠色 紅色 對 OK 很可愛 這種的話也滿適合 給小朋友當玩具的 如果小朋友很早開始接觸電腦的話 好 HUB之外呢 我要跟大家介紹一個 這個好可愛喔 這是一個HUB 然後它是紅綠燈 它現在目前是已經亮的狀態了對不對 就是當你接上那個USB的時候 它現在是沒有亮 現在是有亮嗎 有 因為我們攝影棚的燈太強了 所以看不出來 但其實它三個燈是會亮的 然後它的那個HUB的接頭 是在後面 後面 三顆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當桌上的擺飾 也非常的可愛 對啊 現在大家在辦公桌上 都不想要再放那種 很死板的3C商品了 然後如果你是比較主管階級型的 你可以選這一種 它比較有質感 因為是金屬的 現代化一點 這比較現代化一點 比較現代化 而且它還可以轉耶 可以啊 這樣可以 就是隨著你要什麼方向的USB 你可以轉動它 對 好 這個是 我們看到很多HUB 有各種不同的形狀 不同的樣式 然後呢 也有不同的風格 除此之外呢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 是不一樣的USB功能 我想要先請那個 來賓幫我們介紹這一款 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電池的USB充電器 各式電池基本上都可以同用 然後它電池上面都一定有正負極 在這上面都可以做調整 對 因為電池正負極的大小會不一嘛 那這邊上面都可以做調整 調到正極負極 然後它這邊有 銅導片 把它接觸到就會開始充電 你說把電池夾進去的意思嗎 夾著 電池這樣夾著 然後觸碰到它電池上面的銅片 它就會開始充電了 那是3號電池 4號電池 不是不是 像手機電池 喔 手機電池 對 手機電池啊 然後相機電池啊 通常大部分大家都是使用這種東西 喔 我知道了 就是因為那個電池上面 它也會有就是銅片的部分 所以就把你的銅片對準它的銅片夾進去 對 夾進去 然後因為銅片大小會不一定嘛 所以這邊都可以讓你做調整 然後它的充電 USB介面在這邊 這個是可以當鑰匙圈隨身攜帶的 對 然後這個是可以 這邊是USB介面 對 好 再給大家看仔細一下 剛剛那個所說的 可以調整是在這裡左右 可以這樣調整 好 可是問題它這個東西這麼小 我要充我的手機電池或是充那個 相機電池的話 要充多久 大部分都充6個小時左右 那也OK啊 是OK啊 OK 就是如果我旅行的話 我帶這一個總比帶整個那個 相機電池的充電器來的簡便多了 對啊 那如果真的急用 手機 相機沒有電池 稍微充一下讓你可以正常 稍微使用都OK 那這會很貴嗎 這不會 這個在網路上 我們販賣大概是50塊錢 這麼便宜 對 這個50塊而已 它的損壞率會很高嗎 不會耶 完全都不會 這好方便喔 這種常旅行的人很適合耶 就不用帶很多的充電器了 超級方便的 好 然後除了這個之外呢 其實還有很多其他比較新奇 有一些是好玩的啦 就不一定很實用 但是還滿好玩 可以增添你在辦公 還有在工作的時候一些樂趣 譬如說碎紙機啦 或是小冰箱等等之類的 等一下我們要再來 繼續跟大家介紹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覺得這個很酷 就是 碎紙機 碎紙機 這個沒有接電喔 然後它完全是接USB 就可以這樣子碎紙進去 對啊 這好可愛 有沒有 請問一下這一台多少錢 這一台大概在1000塊以內 那它不能再做大台一點嗎 因為這就是讓你方便機密文件 直接在你的座位上就可以自己去 碎紙機 就不用去用公共的碎紙機 對… 所以就在自己的桌上用 所以才設計成這麼小台 沒有錯 這個真的 你知道玩碎紙機這種東西停不下來耶 你會不停的不停的想要塞東西進去 即使你的碎紙已經用完了 還硬要拿紙 會啊 拿報紙來塞 它也有一點點療癒系的那個功能對不對 對啊 就是休閒啦 把它當作休閒娛樂的一部分 對啊 就是想要平心 那個很生氣 工作很煩悶的時候 然後可以讓你平心進氣下來 請問你們有算過說 這個碎紙機最多可以碎幾張A4的紙進去嗎 基本上這個應該是大概 10張到20張是OK的 10張到20張 對 它其實比較適合是那個小便條紙 小便條紙 對 碎完了 我手便沒有紙了 好空虛喔 好想要多碎一下喔 但這個真的非常可愛 這個很適合上班族 而且也不會很貴 好 上班族除了你很適合用碎紙機之外 我覺得也很適合用這一鍋 就是小冰箱 這個小冰箱呢 它不只是一個造型而已喔 它打開之後 這可以放一個冰的飲料耶 但是它沒有真正冰痛的效果對不對 它大部分都是用來保冰的 讓你的原本冰的飲料可以 不要那麼快就退冰 因為有些飲料退冰 就不好喝 像可樂都是這樣子的 所以它沒辦法真正的是冰凍的功能 其實可以啦 只是花的時間要稍微比較強一點 那現在有出更新的冰箱版本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飲料 不只是這種鋁箔包的啊 就是不只是這種鋁箔罐裝的 也有其他的像是更大一點的瓶罐 或者是方形的瓶罐 那有設計出這種冰箱可以使用嗎 其實是有 但是因為它的接受度沒有那麼高 因為畢竟占的空間滿大 比較大 對 這個 所以這只能保冰 不能說整整的去幫你 就是把常溫的變成冰的 但是我覺得擺一個在辦公桌上 也滿可愛的 而且是那種你想要喝的時候 你就可以打開 就可以打開 而且也不怕飲料掐到 對 這很不賴 外型設計也很OK